21世纪的中国不是19世纪的中国 说有想图谋分裂国家颠覆中国的行为 都必然遭到严厉打击 最终必被清算 对于这一点我从来都不怀疑 虽然在发展过程中 会有敌对势力试图的破坏中国的安定 分裂和颠覆中国 但都不可能得逞 最终必然负面 中央准备对香港的港独反华势力出手了 要开始强力地管理香港的国家安全了 这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香港这次将进入新的时代 我们当前强势地出手解决香港问题 已经到了刻不笼晃及手起刀落的时候 强力解决香港问题 已经形成了非常坚实的民意基础 而且从2019年持续数月的反修理分爆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如果再不解决香港问题 那么港独和台独势力的联动 以及外部势力会不断地酝酿叛乱 以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美国会持续地把香港作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指点 现在国家终于出手 终极的清算开始了 在我看来国家立法 真讨 战斥香港 六大势力将被清算负灭 一是港独势力 最近的乱赶头目 一传媒的创办人李志英连续被抓 现在已经有适中刑事案件在身 包括他于三年前涉嫌的刑恐记者案 以及山中于去年发生的未经批准集结案 另外还有六项控罪 最终法院一度地再把他释放 但释放完之后 警方就把他再抓起来 法院只要赶犯 那就马上再抓 看看到底是谁屡屡释放感度分支 这一抓一犯的战都会被记录在案 也能够慢慢刷 李志英本身已经开始害怕了 一个劲的在呼吁各方支持他 已经多次地要求离港都被拒绝 李志英5月22日再次地申请更改保释条件 希望法官批准他在保释期间离港 李志英的小伎俩就是想借机地出逃 不过2020年的香港 已经不是2019年的香港 想跑没那么容易了 这是李志英的要求再次地被法官拒绝 法官表示 李志英没有提供具体的离港的计划 很难做出考虑 只要李志英决定暂时地搁置申请 李志英的清爽只是个开始 其他人的清爽也会慢慢来 法官为什么不敢犯李志英走 法官只要同意 那么警方就会有新的指控 会把李志英留下来 今天的香港警方 也不是过去的香港警方了 在这里不得不特别赞赏一下 邓炳强 香港暴乱是他平的 清爽这些港独也是他在主导 所以重要的岗位上是谁在主导 是很重要的 邓炳强在上月初表示 无论涉案能有多的才 多才顺势的 有证据显示 该能放反 警方就会采取行动 邓炳强表示 警方对美中案件都会弃而不舍地调查 无论你影响力有多大 是否可以影响媒体 你犯法就是犯法 我有证据就要拘捕你 李志英是最大的港独势力之一 这个卖国贼 1948年12月出生于香港 1960年从内地偷渡到香港 他本质上是土生土长的内地人 结果现在却成了勾连 外部势力访华的极限分 真的是数点万主 现在国家出手了 以李志英为首的港独分子 必然负面 李志英的余生要在牢里度过了 二是美英在港的访华势力 美国和英国在香港的总领馆 也有差不多千人的规模 香港只不过是 一个人口只有六百多万的小城市 差不多是湖北武汉的一半多人口 上海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 需要美国和英国住那么多人服务吗 何况美英两国在香港一共才有多少人 美国在港大约有八万多人 英国肯定比这个人数少多了 美英两国在港一共来十来万人 需要一两千人来服务吗 其实美英在香港住这么多人 不为别的就为访华 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从事间谍 或者是访华活动的人 香港为什么在回归二十年来 访成这样 美英两国在背后支持反华势力 或者是从事反华活动功不可没 过去一方面矛盾没有凸显 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地 在尽量地信任感人 所以一直地坚持感人质感 结果不少的感人不念天恩 竟和外部势力联合地反党反国家 以前我们没有法律的支撑 也没有把中央和香港 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分解清楚 结果姑息仰奸了 以后就不同了 有了法律依据 美英在香港的活动空间 就会越来越有限了 为什么中国公布了国安法后 美国重量级的政客都跳起来了 号称要对中国采取非常强烈的反应 甚至可能重新地考虑 香港在美国法律中的地位 归根结底就是 他们在香港的势力要负面了 说有些气急败坏 但是坦率说 美国人应该明白 中国共产党不是下党 中国人民也从来对美国的所谓威吓不感冒 新中国以来 美国的纸老虎本质 早就被中国人认识的清清楚楚 如果说 以前我们还顾忌着 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制裁 所以在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上 都对美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么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美国现在越来越敌视中国 甚至轻举国之力 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华为 在贸易上也不断的打压中国 中美两国的脸都失掉一半了 已经这样了 中国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贸易战打了两年多了 又能够把中国怎么样呢 亲举国之力打压华为 最终必然会让华为更强大 对中国来说 国家安全最重要 国家安全都没有了 弹劾经济发展 在中国人看来 解决掉香港反华分子的过照 让耳根子亲近亲近 比天天听美国对香港的事务 指手画脚强多了 可况香港每年 还要为美国每年贡献了 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过去中国视香港为 与西方沟通的通道 但如果这个通道 已经危害到了国家安全 那我们就必须 整持这个通道 现在中国出手了 要制定相关法律了 那美英在香港反华活动的空间 就会被挤压得非常之小了 为什么美国政府气得跳脚 因为我们正戳中了他们的痛处 他们不但将失去一个反华的武器 甚至连香港这个反华的桥头堡 都要丢了 美国很快就将品尝到 中国反击的哭果 山是在港的境外反华的组织 美英在香港有大量的组织 他们通过向香港机构中的人 组织输送利益 从而引导他们充实一些反华活动 以2019年反修例的暴乱为例 其中最大的支持力量 就是美国的国家民族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旗下的组织 不断的向感动势力输送利益 直到他们在香港进行暴乱 香港的教育施法媒体之所以这么乱 这些境外的反华组织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随着国家健全的维护香港国家安全的法律 这些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境外组织 都将负面 是支持港独的养买 支持港独的都是境外反华势力吗 不进来 事实上一些长期的盘踞在香港的养买办资本势力 也是这些港独势力的支持者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与港独无关 好像也不参与港独活动 但实际上 他们确实背后的重要的支持力量之一 以香港的填海造地为例 香港不少的民众住着鸽子楼 香港的房价和房租吸走了大量的香港经济发展成果 香港的民生已经深受其困 然而当港府要天海造地的时候 那些港独势力就出来阻挠 港独背后谁在支持不言而喻 为啥说香港的一些市民是又冷血又愚蠢呢 问题就在这里 不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愣有的一些买办资本欺压而不致之 反而把责任都归于港府 乃至于归着于中央 简直是愚蠢致敬 但是以后这样的律制也要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在支持港独的买办资本 如果不知收敛 未来也会被依法地惩治 我们走着瞧 香港不是资本的香港 香港是实施引人的香港 五 盘踞在行政 司法 教育 媒体的反华势力 以后就不同了 有相关法律了 中央与香港地方的折权也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执行 随着执行到位 盘踞在香港各界的反华势力 慢慢的就会被揪出来 六 组织和参与暴乱的暴乱分子 组织和参与暴乱的分子们 现在该轮到他们颤抖了 有人说 法不折众 这个所谓的法不折众是相对的 可以预解 随着相关法律的制定完善 香港的警方必然会一步步地清算这些乱感分子 所以等着吧 这批乱感分子中 只要有被抓到证据组织了暴乱 或者是参与了暴乱 都会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猖狂可以得意时 但秋后必算战 我们期待着接下来的香港 上演着清算乱感反华分子的大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